马来西亚的物种多样性是被公认的 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可惜的是很多物种还是没有被研究 而且它们的CCD经常受到各种威胁 比如说马来西亚拥有17种本土猫头鹰 之中接近半数的猫头鹰物种都依赖着森林CCD 但我们对它们的生态了解还是很有限 同时我们人类也从这些森林采集资源 我希望我们在物种多样性保育和经济发展之间 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我也希望人类不再把生物多样性看作是任由开采的资源 毕竟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保育 其实也可以为人民生活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大家一起保护我们珍贵的大自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